当下比较炙手可热的戏应该算是心寒灿烂了吧 虽然没有延续梦华路的热度 但从故事到阵容也是当下古偶中的重磅 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不仅剧情精彩好看 赵露丝和吴磊的CP感更是十分的强烟 无论是男女老少只要看来必定频繁发出乙母校 吴磊和赵露丝上一次出现在一部戏里 还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长歌型 但在那部戏里和吴磊组CP的迪乐巴 作为女二号的赵露丝 虽然与男主角吴磊没有感情线 但还是相遇了 但他们同框时的画面却不是很友好 当时是吴磊饰演的男主阿什勒森 绑架了赵露丝饰演的李乐燕 吴磊站在后面右手持着刀架在赵露丝的脖子上面 而他的左手却抓着赵露丝的左手 只可惜两个人在场歌行的缘分 也就止于这次短暂的肌肤相亲了 但黄天不负有心人 他们终于又在心汉灿烂中相遇 组成了一对真正的CP 虽然相遇的偶然进阶的捉急 一路走来的太多坎坷艰辛和墨迹 但归根结底 这是一部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剧集 也确实指得大家鼓掌相近 赵露丝不愧是网剧专业户 不管是谁搭档都非常有CP感 长相甜美的赵露丝笑起来 不知道甜死多少少男少女 从网红到演员的转变 赵露丝的事业发展得相当红火 如今又靠着与吴磊合作的心汉灿烂 也是收获了大批粉丝 年龄相仿的两个人在片场玩得特别开 像极了一对小情侣似的 每次互动都甜度满满 又甜又幼稚 赵露丝和吴磊两人感情上都没有进展 年纪上的共鸣 让两人的关系特别好 不知道这对帅哥美女的设定 在戏外是否会延续下去呢 毕竟吴磊不单外表帅气迷人 而且身材也很有型 照顾人也是非常温柔 就连赵露丝本人也在采访中说 未来吴磊的女朋友会很幸福 期间赵露丝被八卦 你是不是偷偷喜欢吴磊 随后赵露丝直言 这用偷偷吗 帅哥谁都会喜欢的 爆料真情实感的赵露丝真的很性情 小编在看两个人成长简历时也发现 他们可能会作为时空接触者 在很多年前就有了同行的轨迹 先说吴磊 1999年出生于上海市 祖籍四川省广安市 并在成都读书长大 中学就读于成都市的列武中学 再看赵露丝 1998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中学就读于成都市的 西南交大附属中学 两个人年龄相仿 中学又都是在成都就读 大概率猜想两人顶多差了一几 至少是同一个市的中学生同学了 所以好市的战台风 又用地图测量了一下他们二人中学的真实距离 发现竟然只有六公里左右 当然这么看有些吹毛求疵 但若展开幻想的大脑 也许在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中学生们骑着自行车 或者坐着公车私家车 在上学放学的途中 吴磊和赵露丝曾经有过很近距离的接触 只是可能当时谁也不认识谁 但谁又能想到许多年之后 又能够主演同一部 作品成了爱人呢 缘分的奇妙就是如此这般吧 去年两人还曾被爆出英系生情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去年五月份 火眼睛睛的网友在论团发帖称 赵露丝乌磊这是情侣装 再加上两人合作频繁 引起英系生情的猜疑 画面中赵露丝身穿一件黑白条纹短袖上衣 而乌磊身上的这款 则是同款式的不同颜色 经过搜索不难看出 该服饰店铺的男女模特 各穿着两人身上的款式 身情对望十分般配 在该商品的详情页 还明确地标注着情侣款三个大字 八卦的网友紧紧地抓住了 两人私下偷偷穿情侣装 这个磕糖机会 表示万一是真的呢 毕竟郎才女貌 年龄相仿的两人看上去是真的般配 如果说仅仅只是穿情侣装 还能用巧合两个字来解释 那两人那段时间的频繁合作 则进一步加深了网友的猜疑 去年两人合作长歌行时 就涌现了一大PCP粉 表示乌磊和赵露丝真的很般配 哪怕没有互动 站在一起都很美好 甚至还有大批粉丝喊话平台 长歌行想爆的话 请速速给赵露丝多加和吴磊的感情戏 开玩笑归玩笑 但可以看出两人的逼迹感有多强 剧不完后还没想到 两人还售后不断 例如一同为某奢侈品牌 拍摄了平面广告 以及同框视频 画面中赵露丝看着 吴磊的方向笑颜如花 品牌方还配文 五月很甜 因为你们 当时还传出 两人即将二搭合作新剧的消息 乐坏了一众CP粉 现在两人二搭的消息也已经被证 不就是现在正在热播的新汉灿烂吗 有趣的是 新汉灿烂原著者 曾爆料的赵露丝 此前曾经出演过一部小网剧 在剧中虽然只是出演了小透明 但却吸引了新汉灿烂原著者的关注 也就是说 新汉灿烂的原著者 一边写着新汉灿烂 一边观看着赵露丝的网剧 而赵露丝在网剧中饰演的角色 也深深吸引了新汉灿烂的原著者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 赵露丝就这样 莫名客串了新汉灿烂的原著 时隔这么多年 赵露丝又在新汉灿烂中 饰演了对方笔下的经典角色人物 不少网友惊呼 这是什么神奇的缘分 只是不知 新汉灿烂的原著者 在讨论选绝方面星里 是不是有一些小九九 偏向赵露丝呢 不得不说如果是这样 这缘分就不是红线了 而是钢丝线了吧 前不久 在新汉灿烂烂播之前 新汉灿烂剧组还举办了发布会 现场赵露丝和吴雷 为观众带来了不少精彩互动 两个人为新汉灿烂的收视率 可谓是卖力十足 引起了观众的正诚惊呼 新汉灿烂现在的口碑 也的确不错 看过的观众普遍都十分满意 相信最终也会取得不俗的收视率 其实这部剧中 不仅有吴雷和赵露丝 这样的当红小生 还有大咖作证其中 像郭涛 宝剑峰等等 都是深受观众喜欢和认可的演员 新汉灿烂演员阵容完全不需要担心 相信剧中会有不少演技方面的较量 这也是新汉灿烂最大的看点之一 不过除了新汉灿烂以外 暑期档也有不少剧 选在这个时候上映 就是趁着暑期档的这波流量 来为作品的收视率提供一个保证 这也无疑成为了新汉灿烂 最有力的竞争者 但也正是这些良性竞争 才会诞生出更多优质的作品 对于观众来说 也是一种好事多了一些选择 对比之下 谁更好才能体现出来 如今新汉灿烂第一部已接近完结 豆瓣评分也高达7.4 但作为新汉灿烂的援助者 可能赵露丝的三眼 才是最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了 从看赵露丝的作品 到赵露丝出演自己的作品 这种神奇的缘分并不多见 其实对于双方来说 正如网友评论的那般 是相互成就 也是相互相信对方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 赵露丝出现在了新汉灿烂的剧中 总之不管如何 希望新汉灿烂抽势力长红